说英文让我脑子变笨 今天有4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想让IQ所做的事情 跟将来想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部分 IQ的简单的一些介绍 按中文的说法 将来我们想成为一家 以科技创新驱动的 伟大的娱乐公司 为什么是科技驱动 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历史 电影有120年的历史 电视技术也诞生了90多年 工业革命从蒸汽机诞生 到现在大概300年的时间 正好是100多年以后 电影技术发明了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电视技术发明了 让我们娱乐产业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变化是什么 原来的娱乐产业 大家要看一部戏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一个剧院 演员要在台上 观众要在台下 但是有了电影以后 演员可以不来台上 观众要到电影院 演员在哪屏幕上出现 出现了电影这种作品 那么有了电视以后 观众也可以不去电影院了 他在家里头抱着一个盒子回家 这个盒子叫电视机 那么演员在电视机里出现 观众在家里头就看到了 他不用去电影院 但是电视在同一时间 一个频道的所有观众 看到的内容是一样的 比如说在中国晚上8点 习惯性放最好的电视剧 那全国可能有两亿人 十亿人同时看一部电视剧 或者是一台晚会 那有了互联网以后 这情况又变了 我可以手拿着一个手机 或者一个Tile 那么时间上也不受限制了 我想看一部剧 或者一个晚会 我随时可以 video of demand去播放 那这是科技对娱乐行业 巨大的一个改变 那对于中国的娱乐行业来讲 历史肯定没有美国 欧洲 甚至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大部分国家商业化程度高 可能艺术水平 也不是最高的国家 但是因为有了互联网 25年前互联网揭入了中国 大概15年前 互联网上开始有 online streaming video 那这种变化 给中国的娱乐行业 我们叫做一个加速器 或者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可以不用走 好莱坞走过的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可能用15年 20年 25年的时间 就能够赶上 娱乐行业更发达的国家 这是互联网的一个机会 所以对于爱奇艺来讲 我们不需要走迪士尼 或者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或者是中国的华裔电影公司 走过的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用更短的时间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爱奇艺在2011年4月22号上的线 到现在也是接近十年的时间 那从规模角度来讲 无论是用货物规模 还是收入规模来讲 在中国的所有娱乐公司 包括国家拥有的电视台 这个范围内 我们的规模也是排在前几位之一的 在去年3月29号 我们在美国纳斯达克上的市 我刚才早上看了一下市值 大概是140亿美金的市值 我好久没看了 因为过去年时间 股价波动比较严重 特别是美国总统 推特发一条 我们公司市值别十亿美金 中美贸易大战影响很负面 他不说话一个月 我们慢慢地爬上去 他一说话又连十亿美金 我曾经想 等我退休之前 也就是去年到未来 十年时间 我们的市值分打一千亿美金 结果美国总统 可能让我多干净点 市场份额来看 虽然我们在中国 做网络视频 不是最早做的 最早做也能超过15年的历史了 比我们早五年 最早的期间 但是我们现在市场份额 是排第一的 在中国 网络视频的市场份额 主要有三种终端的iPhone配 最早的终端是PC 现在在市场份额 大概只有10% 第二种终端是大屏 互联网电视 或者我们管它叫Smart TV 这个份额占百分之二十 这可能跟北美国家 一些欧洲国家情况不太一样 那中国人更多的用移动终端 主要是手机 少量的是平板电脑 就看去看网络视频 这个市场份额 大概占百分之七十 所以在行业内 我们一般分析情况 分析市场的时候 通常以移动终端 为基础 为基础去分析 那爱奇艺 现在每个月的 Active User Unique Active User 大概超过六亿 每天超过一点八亿 高峰的时候 也就是每年的 暑假期间 每天大概三亿 Unique Big Winter 来看爱奇艺 然后所有的平台 三种平台加起来 每天的时长 大概是三边五亿 小时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数字 截止到今年三季度 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收费的会员 是一百零五个minutes 也就是正在交费 看爱奇 Premium Content的用户 付费用户 有一百零五个minutes 这在中国是排第一位的 我想单一国家的 为内容付费的用户 应该也是全球最多的 那历史上十年的 将近十年的时间 爱奇艺的主要业务 在中国南部 在台湾三年前 开了站 做一下尝试 那么最近 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尝试做国际业务 主要地区 在东南亚地区 在后面 我会介绍更多的 关于爱奇艺国际业务的一些计划 那好 后面我要讲 主要讲的是 花最多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爱奇艺在中国大陆地区 怎么来做的 怎么来做网络视频 怎么通过技术创新 把一个视频 主导的娱乐行业做大 那么好 在线视频娱乐 我们分三种形态 一般人 特别是工程师 或者是非常领心的分音人员 经常把视频 按视频长短分 分成长视频 中等的视频 和小视频 很短的视频 但是 这种分析的方法 其实是不科学的 比如说 我们不会说 这个网站 或者这个服务 叫文字服务 这种网站 这种服务 叫图片服务 通常不会说 但是视频 经常大家会分 长中短 或者是叫 长短小 是因为视频太新了 而且视频是一种重的应用 它对设备 服务器 带宽 等等 要求太高 所以大家用视频的长短来分 但是 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 那我们应该怎么分 第一个 我们叫长视频 暂且还是叫长视频 其实它的本质 约等于影视行业 因为除了工业用的 和一些特殊厂合用的长视频 我们现在大量看到的长视频 其实就是影视行业的视频 电影院里面 有120年历史的电影 还有电视机里面 传绿过来的 有90多年历史的电视内容 包括连续剧 包括综艺节目 动画片 纪录片 等等 这也是一个网络视频 或者叫互联网世界的 一个不完美的地方 也就是过去超过20年的 网络视频行业 只是把有120年历史的电影 和90多年的电视内容 平移到互联网上 没有做创新性能 编辅性能 革新 搬到网上 但是我相信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 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AI技术 5G技术 5G技术的发展 这种情况一定会改变 一定会有 只是有网络视频 可以播放的内容 传统的便宜院 便是台无法播放的内容 可以大规模地在 或是往视频上播放 现在有些小规模 但是还没有同一大规模 那我们再看 这种影视 或者叫长视频内容 它的核心是什么 第一是平台 或者叫渠道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平台之上的内容生态 最核心的人是什么 最核心的元素是什么 是台了的 是艺术家 演员 导演 编剧 一看奥斯卡 或者是全球各大电影节 或者电视节的时候 坐在最前面 全是导演 明星 不会一个月 台到总经理 坐在这边 在上面却影响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核心是这些明星 还有明星 导演 甚至是美术 编剧 摄像 所以这个生态系统 是平台加上门的 好的 talent 这是一个特点 那好 第二种 现在TikTok 中国叫做抖音 还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叫快手 他们基本上的视频 都是一分钟以下的 几十秒钟 他们成长速度非常快 同时他们和这些网络达人 就这些小视频 他们的录制的这个 调言者都是网络达人 我管他叫网络达人 这些网络达人 大部分同时还在做直播 他们的收入靠 打赏收入 靠带货收入 就是他们在推销商品 然后在网上下单 他们拿佣金 这种商业模式 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核心 是什么 平台一定还是核心 上面是网红 他们不是专业的人 他们有各种专业的人 甚至是 他们还没有上邀大学的人 甚至是有的人初中毕业 就开始做网络达人 专业到今天为止 对他们来讲不重要 重要的 他们在网络上红了 知名度高了 他们懂网络收入群的心态 他们说什么 唱什么 他们的动作是什么 他们的悲笑是什么样 他们能够得到最多的 网民的喜爱 这是他们的核心 他们的经理公司 在中国叫公会 然后或者是专业的化妆的人员 或者是其他的人员都不是核心 平台之上是网络达人是核心 这是又一种生态 另外一种生态 那第三种生态是什么 我们管它叫短视频吧 其实这种生态 它的视频长度 从几十秒钟的 几分钟的 十几分钟的 到一个半小时的 两个小时的 十个小时的都有 但是平均的播放视频的长度 大概在几分钟到十一二分钟之间 就像YouTube一样 它的内容是非常常委的 它的内容创造者也是常委的 没有集中在某一种内容上 这可能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在中国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其实YouTube已经是全世界 绝大部分国家用户使用 时长最长的视频平台了 但是它的生态系统是分散的 不是集中在网络达人 也不是集中在头部的艺术家 开了这些人群上面的 它是非常分散的 在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小 上面两个市场 在中国都非常大 每天的活跃用户 每个市场都超过六个亿 但是第三种 在中国的市场 每天的活跃用户不到一个亿 我们相信这种市场 在未来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时间 那对于爱奇艺来讲 主要的商业模式 集中在第一种 就是long form video 或者叫做影视内容 同时也在做着下面两种的尝试 但是到此为止 市场份额不大 规模不大 不是我们的重点 那好 第一种影视内容 或者叫尝试品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在十年前筹备爱奇艺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股东 叫Prodance 它是美国呼噜的股东 美国呼噜有四个股东 当时三家是媒体公司 有一家是财务同事人 J.J.Prodance 它在中国想复制一个 中国版的呼噜 所以我们当时最早的商业模式 是美国呼噜的商业模式 但是因为我做中国互联网 已经做了二十年了 通常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第一步先找一个美国企业 说是中国版 但是过了两三年 就不停地改变改革创新 两三年以后 其实跟一开始 对标的美国版 已经差别很大 同样爱奇艺的发展的路也一样 其实现在不能说 中国爱奇艺是美国的哪个企业 或者哪一个企业 加在一起都不好说 如果非常牵强地说 因为我们在美国上市 我要面对美国的投资者 然后为了让他们清晰地 简单地能理解 有的时候说我是中国的Netflix 其实非常不准确 如果准确地说 我是中国的Netflix 加Hulu 加YouTube 加谁谁谁 最后大家听糊涂了 还是没明白 然后我就说 是中国的安外Disney 大家更糊涂了 这可能是商业模式的不同 然后环境的不同导致的 那爱奇艺到底是商业 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呢 中文叫一鱼多吃 英文可能翻译起来 没脑费劲 我就具体地讲 那好 第一个是一个平台 做一个新媒体 和做传统媒体 电视台也好 电视院也好 巨大的不同 技术非常非常的重要 爱奇艺有9000多个员工 其中有4000个是软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每天都在做什么工作 它就搭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 为什么要4000个工程师去做 因为功能太复杂 因为规模太大 每天接入爱奇艺的设备 2到3亿 每个月超过6个亿 然后晚上高峰时间 9点半到10点半 每天可能有8000万个设备 同时接入爱奇艺 做online streaming 所以这种规模太大了 大到了很多简单的事情 变得了难度很高 再加上现在AI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需要更多尖端的工程师 来做很复杂的算法 这些算法可以让用户实验更好 成本更低 所以需要这么大的开花的人员 那么总结起来 再复杂的功能也只是有三大类 第一大类跟视频相关的 包括coding encoding 包括distribution等等 然后第二个 跟社交网络相关的 比如说弹幕 评论 点赞 等等 因为大家都有冲动 看一个电影 电视剧以后 有想法要和别人分享 其中 有些人可以用beachime 可以用微博去分享 但是我也希望 有些人在爱奇艺边看的时候 直接分享 把他的频率打在屏幕上 大栋梧上 第三个 我们叫content account 叫爱奇艺号 这是和传统媒体巨大的不同 电影院也好 电视台也好 你不能把一个普通用户 或者一个小的cd 一个小的一个团队 制作的内容 直接寄给他 他就去播放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互联网可以 你把自己创作的内容 直接传到互联网上 然后爱奇艺就可以去播放 然后甚至是 他还可以看到 有多少人看到他了 在哪一个区域 他的关注多大年纪 教育水平是多少 性别是什么 如果他要分账的话 还可以随时告诉他 今天他挣了多少钱 这些钱哪些是广告收入 哪些是会员付费 或付给他的收入等等 这些都是内容号来解决的问题 这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巨大的不同 有了这种不同 还有竞互联网 才可以让我们的发展的时间更短一些 追上原来的电视台 然后在这个平台之上 有很多很多内容和服务 最大的内容 对于爱奇艺来讲 肯定是视频内容 那视频内容最投入的 我们管的叫Premium 叫优选内容 这些内容是可以向用户直接收费的 这个跟LifeF商业模式是一样的 刚才说到了105个Million的付费用户 看到的内容就是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包括电影 包括连续剧的第一个窗口期 包括非常好的偏酷内容 而且是独家的 放在爱奇艺里面 当然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内容 也放在这个会员内容里面 其他的视频内容 收录全部来自于广告收录 这些内容分成三大类 PBC我们管的叫 Professional Produce Company 除了Premium Content以外 其他的普通的内容 免费给用户看 但是用户要看广告 PBC是Professional User General Content 是半专业内容 他们要分享收录的 最像User General Content的 是普通的用户 他们不需要分享收录 他们只需要看的人越多 他们越高兴 比如说把他们家的小朋友 小孩儿 或者是宠物上到网上 一百人看得很高兴 一万人看得觉得 他们家的宠物是明星了 看得到是精神上的毁谱 这就是这个金字塔 就是爱奇艺上的内容 头部内容是收费的 其他的内容是广告收入 这点很重要 但是跟美国的情况 跟其他国家的情况 巨大的不同 在这个平台之上 除了视频内容以外 爱奇艺还有其他内容 这些内容是什么 太多了 有网络微学 有网络游戏 还有直播 有网络的漫画 还有清小说 这是日本口袋书 也被到网上传到中国的 叫清小说 当然在网上还可以买电影票 为什么买电影票 因为电影的吹味在器播出之后 在播放器的下面 会有一个link 一点就可以用手机看 你周边十公里 或者五公里 或者一公里之内 有多少加电影员 然后播放什么电影 你选了集电厂 然后你付费 支付完了以后 然后你还可以选座位 在中间的位置 还是旁边的位置 如果你带着你朋友 很可能在旁边的一个位置 因为目的不是去看电影 当然 如果一个电影 或一个电视剧动画片里面 有衍生的 IP的授权的玩具 或者是文具等等 还可以在网络下的 因为你看一个动画片的时候 这动画片的角色 里面那些玩偶 你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 这播放器下面 有原先 你就直接下载 那么最重要的 不是卖电影票 不是卖这些商品 最重要的是 网络文学 漫画 还有轻小说 如果一部电影 或者一部电视剧 它有同名的小说 或者漫画的时候 或者是网络游戏的时候 这些用户非常有兴趣 点一下链接 去看小说 或者是玩这个游戏 很重要 我们自己的统计规律 同样的游戏 如果有一部影视作品 跟它同名 同题材 同角色的情况下 玩这个网络游戏的用户 是没有影视作品的 这个四倍 大家有更大的兴趣 去玩这个网络游戏 这点很重要 这是多了一种 多了多种后续化方式 反过来 如果有一部小说 在爱奇艺的网络平台上诞生了 这部小说改编成 影视剧的成功率 会提高很多 大概在两三年前 中国的电视剧 70%是改编于小说的 现在这个比例降了一点 降到了50% 但是这个比例也相当高 从长期来看 中国的电视剧 网剧 大概未来会有一半 是改编自小说 或者是漫画 或者是青小说的 而另外一半是原创剧本 所以构成了一种生态 文字 图片 视频 相互关联 构成了这个 左边最原始的 IP 有包括小说 漫画 青小说 中间是最主要的四种 这四种的视频的作品 占了油量的大概80% 占了长时间 油量的大概80% 电影 剧 动画 综艺节目 然后这些视频作品 产生了新的价值 就包括授权的商品 服务 网络游戏等等 反过来 有些游戏 也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 但中国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原创的电影 或者是 电视剧 可以再改变成小说 在网上再去销售 这是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市场 在高速成长 而且 他们的利润要比传统的 小说的出版行业要高 那 看爱奇的财务数据 怎么来形容 这个易于多吃 易于多吃 翻译成 就是 解决更清楚 就相当于我投入一块钱 做一个IP 用多种方式 来获得收入 那去年爱奇的财报 已经公布了好久了 大概是 250亿人民币的收入 36亿美金 其中 42%来自于会员收入 37%来自于广告收入 剩下的20%的收入 来自于 在线的小说的阅读 漫画的阅读 网络游戏 变商收入 等等 等等 所以构成了一个 这个多元化的收入 商业模式 其实看一下 迪士尼的财报 有点类似的地方 我们可以认为 迪士尼的乐园 认为对应的 线上的游戏 所以我们不用 迪士尼发展90年 将近100年的时间 来发展中国的 娱乐行业 我们用互联网 用技术创新的方式 来门到超车 减少时间 去缩短差距 那好 现在 爱奇的货币化方式 大概九种 广告 会员的收入 然后 我们叫经济收入 因为我们的节目 去会产生新的明星 我们去带给他的 这个收入 这个规模 特别说在利润方面的 规模还是很大 还有打赏 就是叫虚拟的 就是Wortual Tipping 就是直播的 主要的商业模式 然后可以把图书 按照传统的纸 纸质媒介的方式 再发行 然后可以做内容的发行 发行到电视台 因为爱奇的 原创内容越来越多 可以发行到电视台 包括中国的电视台 也包括海外的电视台 当然还有航空公司 还有一些娱乐场所等等 然后还有IP的衍生 授权收入 在线视频的收入 电商收入等 总共九种 其中比一种占了 去年占了百分之三十七 第二种 那么是有收入 占了百分之四十二 其他的占了百分之二十 这是原创 其实大概十年的历史 从第一年开始 就在做原创内容 但是困难非常大 前几年的原创内容 占了一个很低 主要的问题 第一 前几年的竞争 城外与火不再有创 在内容多多的少 所以我们用钱 买电视台的内容 买制作公司的内容 制作公司有电视剧 综艺节目的制作公司 也有电脑的公司 买全买多更重要 也不需要独家 但是竞争到后来 时间前在中国 有超过一百五十家 实际盲站 现在大概就四家 三家商业的 一家电视台了 占百分之九十几的市场份额 那么到中期的时候 就是过去大概六七年的时候 原创变得重要起来了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买内容 license content的成本太高了 是因为买内容 基本都是成品 或者办成品的时候 网站去做beating 这个beating 特别容易把这个价钱都抬高 其实中国市场 跟未来美国市场 其他地区的市场一样 license content 很快价格就爆涨 涨到了非常不合体的 这个价格 但是都要经历 这么一个阶段 然后原创变得了必须 一个是价格成本可以控制 另外一个传统的电影院 和电视台 特别是电视台的观众 跟在线视频的观众差别巨大 在线视频的观众 更加年轻 更加活跃 所以为他们这些 在线视频的观众 去生产内容 特别重要 因为他们更喜欢 只是把电影院 电视台的内容搬到网上 这些年轻的观众 并不完全喜欢 他们还需要 更多自己喜欢的内容 所以原创也变得重要 还有一点 是原创内容 可以让我们的汇率化能力更强 更符合我们的广告主的需要 当然也符合我们的股需要 他们更愿意去付费 所以每年再逐渐的加大自己内容的比例 现在综艺节目 绝大部分爱奇艺播放的综艺节目 从预算角度 从收入角度 全是原创内容 距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这个投入 预算的投入 超过了三分之一 今年啊 是在原创 未来的舞剧还会逐渐的加大 当然自己原创的内容 有更多的好处 比如说更多的年轻的明星 会长张起来 包括导演 包括演员 这样跟我们的关系更好 未来演我们的剧也好 电影也好 节目也好 更方便 因为全世界的明星 到一定程度 他都是非常难沟通的 另外一点 科技创新 互联网已经诞生了50年了 引入中国是25年 我做互联网20年 互联网视频在中国有15年的历史 爱奇艺有10年的历史 那过去时间 就是互联网的传统的基础 最主要的是分发技术 当然也用了一些 少量的一些其他技术 比如说AI技术 对于未来来讲 有两个大的技术 非常关键 可能会进一步的 严重性的影响 全世界的娱乐行业 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 还一个是5G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你可以理解 现在他就是一个 三岁到五岁的孩子 最终他会成长 成人 他很强大 很聪明 当然这个时间可能需要10年 也许需要30年的时间 很多人的工作 甚至是艺术性的工作 将来被AI取代 也就是被计算机 被机器取代 有一个预测 说机器达到人类的智力 还需要300年 我就不用操心了 至少我活不到300年 那AI技术到底应用了什么地方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现在拍真人秀的节目 在大陆 通常有40台摄像机 到90台摄像机 同时拍摄 对于后期编辑 简直要疯了 他要从40个到90个视频 里头挑出画面 都拼成90分钟到160分钟的成片 通常三四十人 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要干一个星期 才能编辑出一期节目 现在有AI的技术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尝试 可以把40个到90个视频中的 大部分没用的镜头 然后人交机器 机器赶快扔掉 最后编辑就看 七八个到十几个视频 在里面挑出有用的镜头 给剪辑在一起 工作要很大 还有太多太多的应用 我这里面都大概写了一边 跟来左上角是视频的 对专业人的制作 左边user content creation 是指着普通的用户 就可以人工只能 简单的编辑一些 好玩的短视频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 左下角上 Next Generation Video 用了AI加5G 因为5G技术三个大特点 第一个大带宽 第二个低时间延迟 第三个是多连接 这种低延迟和大带宽 会让VR AR变普及 因为原来技术上的限制 特别是网络延迟 让AR VR无法普及 但是5G技术会让这个普及 当然5G技术还有更多的好处 只是在娱乐行业 VR AR这一点 就是影响巨大 可能让它普及 以后未来我们开会 可能不用大家来新加坡 新加坡主要是主会场 大家每天戴个眼镜 看到的情景感受 跟现在一样 也许这种事情 5年之内就会发生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影响 比如说互动的视频 游戏跟视频已经混合了 一个面影90分钟 我可以从头到尾 看到尾 也可以我看到 56分钟的时候 我高兴 我手拿起枪来 戴一个眼镜 跟电影里的角色对打起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都是未来几年之内 就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实验室的作品 在I7的实验室里已经有了 现在就缺商业化的操作了 当然还有些智能视频 比如说 我可以分辨出影视剧里面 男女今天在亲吻 在Piece的镜头 然后旁边出一个小的提示 卖钻戒 在这种场景下 卖钻戒的关注度提高四倍 大家更愿意去点去看 当然还有更多的交通式的游戏 或者叫做云游戏会诞生 这很简单 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企业 变得很有意思一件事 就公司里面的两主人 一种人是工程师 一种人是创意人员 他们的人数差不多 他们在公司的影响也差不多 所以公司的文化变得很重要 就必须是相互包容 相互尊重 因为每一种人 他的特点都一样 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 硅谷的 美国硅谷的工程师的文化 一种是好莱坞的文化 幸好都在加工 但是在我们这儿 是一个公司里面 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两种人都要一起开会 这也很重要 那好 再说一下 最后几分钟时间 说一下我们的国际业务 国际业务刚刚开始 在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用没有发工会 悄悄悄地造浪 然后上线的 现在主要面对的是 东南亚地区 三种方式来做国际业务 这也是我们刚刚开始尝试的 第一种 我们自己招员工建团队 自己去运营 第二种方式 找到当地的合作伙伴 比如说Astro Astro来负责提供部分的本地的内容 包括Free的也包括Payment的内容 然后它当地做货币化广告也好 做会员的发展也好 然后还有一些IT方面的基础性的维护的工作 那爱奇艺提供的是爱奇艺的原创内容 包括爱奇艺的一些know-how的知识来传与 当然云的跟终端的绝大部分的技术 由爱奇艺来承担 这个品牌是用爱奇艺的 第三种方式 现在正在探讨过程中 新媒体有一个对原来传统媒体巨大的一个变革 就是原来电视台也好 电影院也好 不需要很多工程师 但是新媒体 任何全世界大的新媒体公司 没有一个公司 它的系统是买来的 从Sysco买来 从华为买来 这是不可能的 它只能买来通用的服务器 通用的网络设备 里面的数据库 它可以是买来的 或者是用那种免费的 但是应用系统是不可能买来的 新媒体的公司 一定是自己的技术团队开发的 但是对于一个市场比较小的国家 或者是媒体 让它自己建立庞大的工程技术队伍 去建立一个平台 非常不现实 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用十年开发的系统 做成Sys模式 来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做合作 我们来提供技术性的服务 然后一共knowhow的这种服务 还其他的一些服务 然后品牌 用当地媒体的品牌 来做新媒体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分析 这是我们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同意点 我们可以下面讨论 现在内容或者叫文化 能够普及到全世界的只有一种 就是好莱坞文化 所以Netflix在全球迅速能扩充起来 因为它的内容是好莱坞文化 那么下一种能普遍全球的文化 现在还没有诞生 但是我们认为是东方 是亚洲文化 所以我们希望亚洲文化 通过互联网 通过新技术的创新 得到机会能普及到全世界 所以我们愿意用这种方式 用埃及品牌也好 用当地的品牌也好 把亚洲文化得到更大的传播 让亚洲文化的市场更大 让它更健康 更健康地能发展 这是我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